大家好我是小林 每天给大家就新鲜火爆好玩的中国经济的快消息 玩肚子了 真崩盘啊没救了啊 今天这个创业版指数啊 A股指数啊 创出年内的新低啊 创新低啊 这个包包啊包包 真还为人类指明方向 先指明你中国的方向 这个指了半天指这使大的 这个中国老百姓都不听你呀 习包子的说句不好听 还想统一台湾 这个大陆的老百姓真听习包子的 真听共产党的 咋没人去炒股啊 咋没人来接盘呢 怎么还要创新低呢 啊 我昨天怎么说的还不如我呢 不是我催啊 小林财经就是牛 就是牛 我昨天怎么说的 利好出镜啊 所以我一个野生的 我就是一个光 在这里分析 我没有任何的内幕 也没有任何什么智囊 还一大堆什么博士后啊 什么这个专家 我都能判断 今天要下跌 看今天是不是全线跳水 是不是 还不如我一个人在这里分析 都强过这个包包 还是为人那个还伟大复兴 还大国崛起 与此同时啊 各省各个地方的国企 成头公司 正在密罗紧鼓的干嘛呀 撤啊 走人啊 划清界限啊 想跑 想跑 让老百姓进去 你们国企一个二个都在跑 这是喇门子的社会主义国家 这是喇门子的社会主义优越线 种种迹象表明 让老百姓进去 你呀 这一群国企都在撤退 后面的下跌空间 那必然是相当巨大的一切 那只是刚刚开始啊 刚刚开始 我们现在看看 今天那个三大指数市场情况啊 A股三大指数 今天呢 集体跳水 跳水呀 啥叫跳水 从头跌到尾了 哎呀 护质啊 反正三千年保费站啊 还在继续摩擦摩擦当中 这个创业板啊 主要是创业板 那个深层子基本上也创新低了 创了半只脚了啊 半只脚踏进了这个 创新低的路上啊 不在创新低就在创新低的路上啊 第一次 这是在中国 你说 让谁来投资啊 还有个 还有个 让台湾人来分享 哎 你这里有红利吗 要脸 要脸啊 你我都不明白一个独裁体制 你独裁你 你把股市拉起来呀 有本事你你关起门来天天涨 涨给我看啊 人民币一比一去啊 跟美元那么牛气一比一去啊 人家当年那个苏联就牛逼啊 好人家老大哥还是你你老大哥 人家争一比一争完来争的 好歹当年啊 这个毛泽东啊 还还敢一比二呢 当时老大哥一比一 我中国一比二 现在看这个熊样 有本事长起来呀 他敢吗 他不敢 为什么 长起来大家都在跑嘛 个个都跑 他就不敢长了 所以啊 有很多 我为什么信心百倍 三番四次 敢这样来到畅空 我就知道他不敢长 他不敢让楼 不敢尝试让老百姓 获得这个红利 为什么 老百姓会跑 他知道 没人相信他那一套的 共产党真那么牛 真那么多爱国 有本事选举 试试看看啊 他敢了 他不敢了 一个一样 他为什么不敢让老百姓选举 为什么不敢让这个股市涨 是一样的 真正的八斤来来来投票啊 相当于投票 你涨起来 大家有信心继续持有 这个才是真家伙 你看你看人家美国 涨了十几年在创新高 为什么人家敢涨 他他有人家那玩意 真是五个自信 他知道老百姓不会跑 日本股市 为什么能涨到三万多点 人家有个稳定的预期 老百姓对政府是有信心的 而现在的香港 现在的这个破A股 破大陆股市 包持股市 为什么不敢涨啊 他怕老百姓 老百姓能投票的 其实用钱投票 他一涨起来 老百姓就投票跑 现在都套牢 套牢就不敢动 所以中国大陆所有的资产 都必然是套牢老百姓 都必然要套牢 因为不套牢的老百姓就跑了 还十万一凭准基金 我都说不可能 共产党 他也鬼惊鬼惊的 他不会干这个事情 现在成交量继续创新低 今天七千亿都没有了 成交低迷 低迷没人玩 谁跟你玩 有本事一拉起来我就走 个个都是这么想 你指望我 我指望你 有几个人还在那里唱多楼市的 都是想跑路的 为什么忽悠别人进去买房 因为他想跑 这就是赤裸裸的现实 北向资金今天竟卖出65亿 北向资金跑了多少 大家去算一下 都跑光了 超过4200只个股在下跌 4000多家股票在下跌 整个市场都没有人 没钱 没信心 现在信心也没有 钱也没有 什么半导体 造出什么鬼 天天跌天天跌 你见过一个大国崛起 那股市天天跌的吗 有本事的就知道造假的造啊 造了那股市天天涨 那有本事的搞啊 我们继续看稀 他也搞不起来 造假的不会 啊造假的不知道怎么怎么造啊 造造造造造不起来 没办法 一些真金白银的东西 他都造不了 凭一张嘴的东西 他就敢敢搞啊 科技股今天 我惨淡了 英伟达概念 也不知道啥玩意 英伟达概念什么 英伟达的供应商 还是什么玩意啊 反正跟着别人喝汤啊 芯片股啊 奥比中光啊 今天哇 哇一度跌百分之十八点七三 啊北京时间九月十三号啊 你看人家 America 那才是领导啊 一年一度的苹果秋季新品发布会 你没有苹果的A股全 不是这么几万亿的这个什么果链概念 给苹果供货的全部归零 要不是美美国天天有这么多创新的这个这个产品 你那个华为的什么全超别人的什么比亚迪不超丰田的啊 超超超特斯达的是不是到处超啊 什么了不起我都不知道留什么啊 上所以啊这个人家这个苹果新产品出来了 结果这个全部给苹果供货的全线重挫 大跌啊 今天苹果概念股啊 带头大跌啊 为什么啊 估估估计 这个分不到一杯羹了呗 这个跟不上了 说苹果跌 人家苹果涨的时候不见你涨 人家苹果 苹果跌了 你就说人家苹果跌 人家涨的时候怎么你就不跟着涨呢 因为跌的时候你就要跟着跌呢 什么自信精密啊 圣洪科技啊 蓝特光学纷纷大跌 纷纷大跌 港股盘中多次跌 这个反反复复一万八千点的苦苦支撑 苦苦支撑啊 就守着这个脸 守着这个脸啊 实质上低点徘徊啊 警惕警惕港股啊 明天放量向下突破 有一定的根据 为什么 房地产股到头了啊 反弹了几天啊 9月13号 远洋集团啊 做午后跌幅扩大 跌幅扩大 一度跌超过20% 哇塞 远洋集团就之前违约的这个中央企业啊 做房地产的啊 房地产也做房地产的 全部都做房地产啊 中和核电也做房地产 做房地产 跌超过20%啊 一度几毛钱 反正涨了个一天半天 就全跌回去了 全跌回去了啊 所以有反弹倾向的这些基本上反弹到位 而本来该跌的它可能会加速下跌 有一些撑着的可能会出问题 所以多头的力量基本上衰竭 而做空的力量慢慢出来 所以又要创新低啊 又要创新低啊 有一些在炒作的啊 最近几天那个资金抱团的 炒了几天啊 这就是因为降印花税吧 降印花税现在都放开了 让大家吵啊吵啊吵 会有一些投机啊 因为股市它还是比较灵活 不像楼市 楼市为什么彻底没人敢进去 楼市周期长 进去我不知道能不能出来 而股市呢比较灵活 一天半天啊 所以现在哪怕有也是投机个几天啊 但最近反正也有抱团在那里炒的啊 炒几个掌金板 嗯这种 就是做做气氛啊 做做气氛啊 涉及的面比较窄啊 证明这成交量也出不来啊 所以这些就是在那里唱戏啊 唱戏这跟共产党就忽悠老百姓进场差不多的 还有一个比较值得注意的现象啊 就是新锐转债啊 连续下跌啊 这个引起了这个不少投资者的关注啊 非常残酷啊 最近你这个可转债市场啊 呃是出出现了泡沫爆破啊 之前因为这个转债市场比较小 有人在里面就打新啊 什么人在里面可能也有一些打新基金啊 就收集了这个基民的钱 然后就去打 所以现在啊 现在就泡沫爆破了啊 这个资金跟不上 所以中国现在炒什么都不太灵光啊 主要是没钱啊 没钱跟上啊 炒炒个一天半天可以啊 呃9月11号啊 新锐转债盘中啊 出现大幅下跌 呃从本来这个上涨啊 不到半个小时之内出现了这个跳水崩盘 从上涨17%瞬间跌停满啊 瞬间跌停满啊 跌幅 半个小时啊 半个小时跌了30% 这就是典型的典型的泡沫爆破啊 所以中国很多东西还不由不玩啊 全球能玩的东西太多啊 除了就关在笼子里面的没办法啊 中国大陆有些赌徒啊 赌徒还在那里赌啊 现在玩的反正跟跟澳门赌钱差距 不是太特别大啊 呃这 外面的没必要啊 不要去赌那个中国还有没有一点机会啊 有会不会反弹这些无所谓啊 我说了啊 满不要为了不要在一棵树上吊死啊 中国大陆他有没有的反弹 我们不要管他啊 我们跑就是了 然后离这个离远离啊 远离啊 远离中国大陆所有一切的资产啊 这才正事啊 这个呢 全世界200多个国家就没有什么好投的吗 我就不相信 中国反不反弹不要管的啊 这因为这个风险大于收益 哎 要看大方向看大趋势 他们做投资啊 所以这个9月12号啊 新新锐转债开盘个持续大跌啊 当天跌20%啊 所以两天下来跌了50% 差不多跌掉一半啊 两天就腰斩啊 所以玩的就是心跳啊 中国大陆啊 暴涨暴跌啊 暴涨有时候也有啊 9月份以来涨了一个月 两天跌完啊 所以说中国就是 瞬间收割啊 中国所有的东西都是这样的啊 这个这是一个信号啊 意味着这个可转载啊 炒心也是到了一个临界点 现在这个泡沫爆破 中国所有的泡沫一个一个一个啊 都会一个挨着一个爆破啊 最后全部爆完啊 全部爆完 然后就刺激了这个转载市场 大大量的这个债券出现 一个接着一个爆雷啊 比如这个天铁转载啊 就反正大家听听就好了啊 可转载属于差不多一种期权 类似的东西吧 啊 他也有债啊 也也有能够到时候可以 有债券的这种固定收益 到时候也可以转股权啊 是一个不错的产品啊 是一个不错的产品啊 那由于这个中国大陆到时候公司 可能会不给钱呢 啊 所以这这 这上市公司不给钱的机会 还比较小的啊 所以之前有人炒啊 可转载之前来讲啊 属于还行的一个产品 一些大公司基本上他 他还是能够兑付 比如万科啊 那哪天不对付也也是随时都会出现的 但起码比股票好一点啊 这个债券啊 他有一个固定的收益 到时候也可以转股啊 所以就就有这样的优势啊 但其实这个优势是骗人的 因为啊 他转债已经有一个价格的波动啊 所以其实也是骗人 这个纽泰转债 百洋转债啊 纷纷下跌啊 最近就出现这种情况 中国大陆的可转债公司债啊 市场出现的一个泡沫爆破的现象 嗯 纯信用债是早早都不行了 啊 与此同时我们留意一下一个 一个非常阴险的一个信号啊 就是 中国的地方政府正在纷纷切割啊 对这个地方政府的债务 9月12号江苏省 哈 这这这这名字不会念啊 什么什么周事啊 这个叫呸嘛 哎呀 就像叫啥啊 啊 这这这名字念不出来啊 这这这一个步一个一横 一个一个 一个耳朵旁啊 是吧 这啊 反正这这什么周事啊 反正这这这玩意啊 就是这个玩意啊 这个交通 其实每个城市差不多啊 公共交通公司啊 交通工程公司 呃发布市场化转型说明啊 两家企业说啊 我们这个地方政府的债务 跟我们没有关系了啊 我们不再承担公益性项目的融资啊 我们自主自自主经营啊 还有多个地方啊 比如江苏的江苏的多个地方都宣布退出 比如这个丽阳啊 是不是读丽阳 哎呦这这这些地方名字不含念啊 啊反正都都第一事件啊 对于我来讲 丽阳国有资产投资控股等等啊 也是集团十一家企业江苏啊 江苏的啊 全部退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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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都是什么水公司啊 什么建设公司 机场公司 园林公司 都是这些玩意啊 啊 就是就是退啊 退退出就是这有点像什么有点像那个这个 老赖离婚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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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这个联水线啊 联水线控股公司也是发布市场化转型啊 一下子其实不再承担政府融资直能 哎 你看啊 说的是伟光正的 我们自负盈亏啊 其实啊 其实啊 就是就是什么 就是就是切割 跟这些政府在我切割 这到时候出了问题不要来找我 哎 这这老赖离婚我就说了 这个政府里都要切割啊 那是不是政府要破产了呢 是吧 为什么这些企业要跟政府切割啊 你这些企业是不是也不行了 是不是啊 如果这些企业还行 为什么要切割啊 如果地方政府还行 为什么要切割的这么干净呢 所以说一千到一万了 现在无论是这股市还这个楼市 都是忽悠老百姓进去的啊 都 那么大个馅饼怎么会让老百姓接啊 怎么会让老百姓享受红利啊 都没有啊 所以啊 就这个情况啊 出台这些债务切割 啊 与此同时啊 我们看到这个大量的地方债务慢慢出问题啊 有网民爆料啊 比如这个城头债化债方案已经出来了 其实都有化债 比如之前贵州的尊义啊 贵州的尊义也化债啊 就五年之内不还了 五年之内不还了就是一个化债方案 比如现在碧桂圆 碧桂圆说我这些债券都不还了 啊 然后就打一个大标题啊 碧桂圆化债走出了坚实的一步啊 啊 越来越好了 路子越来越宽了 你说这不是忽悠是吗 难道碧桂圆不还就能解决问题吗 碧桂圆不还钱只能解决碧桂圆的问题 但是欠这个借钱给碧桂圆的投资者 这个房子有没有有没有的继续建下去 看的是什么 看的是有没有现金流这个金银是否能够恢复 我说之前有一个很典型的案例是吗 中国的那个瑞幸咖啡 瑞幸咖啡化债为什么能成功一个它体量比较小 而且它经营还算是正常 经营还算正常 现在地产的问题是经营不正常 三天两头不还钱不能解决这个问题 而且不还钱只能避免它的这个宣布破产 不还钱它也没有现金流没有现金流这个保交楼也是废话 保交楼也是谎言 现在提出几个方案很多这个地方城投 公共厕所都传闻要收费了以后公共厕所收费 交钱才能上公共厕所 但是也够呛啊这公共厕所收费谁来收呢 以前是有的啊大家不要笑啊 中国改革开放之前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 厕所就是收钱的还就是真的啊 就是朱镕基那个时候这个公厕还是收钱的 当时收什么五毛钱也是一块钱也是真的 公厕收钱不是假的 就是真的 现在可能倒回去完全有可能公厕收钱 完全可能 像现代社会上厕所 为什么都完全没问题 因为这个经济好 现在大量你比如发费国家在shopping mall 这个里面大量提供可以这么讲 因为整整个社会的经济太活跃太太好了 这就不存在一个上厕所的问题 中国政府倒回去有没有可能 有可能 有可能 到到时候反正或者说把把这些就 关掉吧 不提供这些服务啊 或者说给大家来一个停牌 或者公公司搞的乱七八糟没人去也有可能 是不是啊 那个或者说搞搞卫生搞的乱七八糟 都是有可能的啊 还有这个裁减大量的支出 你比如这个这个什么公交车啊 这些不开 所以中国老百姓苦哈哈的日子 那只是刚刚开始了 后面啊 里我们看到最新消息 这个 荷兰啊 三个 三个中央博了四千万啊 中央资金的这个什么 这还是央视财经报道 这个保障房项目中央投了四千万 所以怎么不忠诚啊 当地领导怎么不忠诚细胞者 所以习包子连指引他自己 哎他自己的那个秦刚 他都指引不了啊 还要指引那个全世界的方向 他自己指点名的秦刚 他都指引不了 都现在都背叛他的都都都出问题 没出问题干嘛才的呢 且不说习包子的清点的后来出问题的多了去了 习包子上台十几天的 他为什么这个天天还在那里打老虎打打个不停的 哎 所以他自己都搞不定 我说的搞不搞半天的自己都搞不定啊 荷兰这些都都烂尾啊都烂尾 保障房都烂尾啊 说这这玩不玩犊子啊 反正 天天出出来一些消息啊 都都是就是忽悠老百姓啊 忽悠老百姓啊 忽悠老百姓啊 大家啊 大家对于这个后世啊 这个保持谨慎 保持谨慎 现在一个就业啊 还有这个 反而应该趁这次机会啊 所以我们还是要跟进一下楼市啊 到时候大家都在跑了 大家都在挂牌了 挂牌量急增 嗯 所以这个视频先讲到这啊 觉得不错的打开小铃铛 拜拜